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及人生 预言 预导力 欢迎收看《畅说预言》 三集我们说到 希腊的英雄阿基里斯 在他最好的朋友 作试之后 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有梦的阿基里斯 不仅杀了特洛伊第一战士 赫克托尔 连前来救援的亚马逊女王 都死在他的手里 彭特希勒亚到死都不知道 梦境中的阿瑞斯 是雅典娜假扮的 骄傲的阿基里斯 在看到战败的特洛伊人 纷纷退回到城里面 就跳下他的战马 慢慢地走向彭特希勒亚的尸体 阿基里斯为自己再一次获得胜利 感到相当欢喜 正当他摘掉亚马逊女王的头盔 想要让希腊重将士 看清楚这个无知女人的真面目时 却被彭特希勒亚的美貌震撼住了 虽然他的脸上沾染了血字和尘土 但依旧不影响他美丽动人的面容 阿基里斯后悔了 他后悔自己 为什么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杀了彭特希勒亚 感受到爱女死亡的战神阿瑞斯 悲伤至极 他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想要立刻冲下奥林帕斯山 去找阿基里斯算账 却被宙斯的闪电以及暴风阻挡住 最后他也只好强忍着悲伤的情绪 回到自己的神殿 可惜归可惜 阿基里斯还是很快的就收拾好情绪 继继续奋勇杀敌 光明之神阿波罗看到满是特洛伊人尸体的平原 心中非常的愤怒 他把弓箭瞄准了阿基里斯 警告他立刻停止屠杀特洛伊人 否则他将会命与此 阿基里斯不满的说 为什么你总是偏袒特洛伊人 先前的战役 就是因为你的插手 才害得我军损失惨重 就连帕特洛克罗斯的死 你也逃离不了干系 阿波罗我也劝你 不要再插手管我的事了 否则我的长矛和宝剑 并不会因为你是天神 而有丝毫的退缩 话说完 阿基里斯气势十足的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 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的帕里斯 突然站了起来 他奋力地拉起勾 准备摄像背对着他 毫无防备的阿基里斯 帕里斯的剑 准确地描向 阿基里斯心脏的位置 阿波罗知道 阿基里斯真正的弱点 是他的脚踝 当年 海洋仙女特提斯 将阿基里斯浸泡在 斯提克斯河里 才让他得到了不死之身 但也正因为特提斯的手 紧紧抓住阿基里斯的脚踝 导致他的脚踝没有泡到河水 所以阿基里斯才会有弱点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不死之身 当帕里斯的剑射出去的时候 阿波罗暗中的引导箭矢的方向 最后射中了阿基里斯的脚踝后方 一阵疼痛从他的脚踝处直窜上了心头 阿基里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正在流失 他躺在地上怒吼 只会在别人背后放了剑 不敢堂堂正正地跟人对决 算什么勇士 会有如此作为的人 将来也必定不会有好下场 话说完 阿基里斯强忍着疼痛 拔出插在他脚踝上的剑尸 重新站了起来 英文里有很多谚语跟词汇 都源自于希腊神话 像我们之前说的回生 水仙花 还有自恋 都在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有关 精彩的特洛伊战争 也创造出很多的英文谚语 像是特洛伊城的海伦 就有倾国倾城 红颜祸水的意思 而阿基里斯的脚踝 是指一个人的弱点 以及罩门 阿基里斯的血 在地上击沉一滩血泊 但是他好像一点也感觉不到痛 依旧挥舞着手上的武器 对抗四周围的敌军 即使阿基里斯因为脚不方便的关系 无法追上去攻击敌人 他的气势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只可惜撑不了多久 阿基里斯最终还是因为 失血过多的关系倒下去了 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阿基里斯觉得很不甘心 因为他无法亲眼见证 希腊联军的胜利 但同时 阿基里斯的心中又有一丝的开心 因为他终于又可以和帕特罗克罗斯 见面了 一直躲在暗处的帕里斯 是最先看到阿基里斯 和上双眼的人 他高兴地把这个喜讯 告诉附近的特罗伊人 伙伴们 无情杀害我们特罗伊战士 跟赫克托尔的坏人 阿基里斯终于死了 我们快点将他的尸体 搬回特罗伊 吊挂在城外 任由突英啃石 用他来祭奠我们逝去的兄弟们 特罗伊人一看到阿基里斯 身上金黄灿烂的盔甲 纷纷想要上去争抢 结果被赶来支援的奥德修斯 跟埃阿斯斩杀 帕里斯想射箭 阻止奥德修斯 带走阿基里斯的尸体 却被埃阿斯丢过来的一颗石头打中 击碎了头盔 当场就晕倒了 趁着帕里斯不省人事的时候 奥德修斯跟埃阿斯 搀扶着阿基里斯的尸体 回到希腊的阵营 夜晚时分 希腊人纷纷围绕在阿基里斯的灵鹫前 齐声为他哀悼 悲伤哭泣的声音 不只传上了天际 也传入了海底 当海洋女神 特提斯知道了这个噩耗 伤心的难过痛哭 整片海洋也因此发出汪汪的悲叹声 希腊人总共为英雄阿基里斯 哀悼了17天 最后 特提斯把阿基里斯的骨灰 跟他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葬在一起 完成他生前最后的愿望 在阿基里斯的葬礼结束之后 特提斯决定 把他的铠甲送给希腊最勇猛的战士 希望对方可以继承阿基里斯的遗志 带领希腊联军取得胜利 当时 奥德修斯跟埃阿斯两个人 都主动站出来说 他们拥有得到这个铠甲的资格 为了保持公正 特提斯决定 让被俘虏的特洛伊人来做选择 后来 奥德修斯以悬殊的比数 顺利得到了阿基里斯的盔甲 这让埃阿斯难以置信 他坐在营帐里 吃不下也睡不着 他甚至穿上盔甲 拿起宝肩 就要去和奥德修斯一较高下 智慧女神雅典娜为了保护奥德修斯 就让埃阿斯发狂 让他把他们圈羊的羊群当作是奥德修斯 展开疯狂的屠杀 在最后一只羊被埃阿斯杀死的时候 雅典娜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轻抚着他的头 使他恢复神志 神志清醒后的埃阿斯 对自己癫狂的行为深感羞愧 他无法忍受自己竟然会将怒气 发泄在无辜的羊群身上 所以他最后举荐自吻了 埃阿斯的离世 不但让阿加门龙损失一个得力战将 也让奥德修斯少了一个可敬的对手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子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面对大将一个接着一个的离世 阿加门龙越来越担心这场战争的结果 他造来预言家卡尔卡斯询问 卡尔卡斯告诉他 十年了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只要你派奥德修斯将神射手找回来 胜利就属于我们希腊了 阿加门龙一听非常的高兴 万而奥德修斯曾经跟神射手之间有过恩怨 9年前就在希腊联军刚出发不久 菲罗克特特斯就被一条水蛇咬中 水蛇造成的伤口迟迟无法治好 而且还会散发恶臭 这让其他的士兵都相当不满 奥德修斯把这件事情禀告给阿加门龙 他也只说 反正他不过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士兵 就随便你处置吧 于是奥德修斯就骗菲罗克特特斯 说要找一座岛让他能够安心静养 实际上是将他扔在岛上自身自灭 这一次奥德修斯带着迪厄莫德斯 寻着记忆来到了那座岛上 奥德修斯交代迪厄莫德斯 因为我跟菲罗克特特斯有一些恩怨 所以我先避开会比较好 你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 让他跟你回军营 如果他无论如何都不答应的话 你就再想办法偷走他的弓箭 那可是大力士海克利斯的弓箭 相信对我们联军一定会很有帮助 迪厄莫德斯认为 我们不应该用骗人的方式去对待菲罗克特特斯 应该要实话实说展现诚意 才能够让他心甘情愿的帮助希腊联军 就在奥德修斯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外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他赶紧躲到石头的后面 跛着脚走过来的菲罗克特特斯 好奇的看着迪厄莫德斯 迪厄莫德斯为了让菲罗克特特斯卸下心房 不断的跟他说起好多关于家乡希腊的事 在聊天的过程中 菲罗克特特斯逐渐的放下戒心 他难过的说 可恶的奥德修斯 当年把我独自留在这座岛上 要不是天神可怜我 只让我失去一条腿 恐怕我早已不存在于人世了 十年了 这十年来 我无数次的想要回到希腊 结果都失败了 亲爱的朋友 我求你带我离开 我想去找奥德修斯报仇 也想要回去看看家乡的景色 迪厄莫德斯被他可怜的精力深深打动 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躲在一旁的奥德修斯 一看到迪厄莫德斯犹豫的神情 就知道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他冲出来 抓住行动不便的菲罗克特特斯 并且抢走了他的弓箭 迪厄莫德斯不断的替他求情 求奥德修斯放过他 正当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 大力士海克利斯忽然现身了 海克利斯站在天上 用红亮的嗓音对菲罗克特特斯说 我的朋友啊 命运女神早已安排好你的人生 在得到荣耀前 你必定会遭遇很多的苦痛 如果你答应跟他们回到战场上 不但你的脚伤可以痊愈 还能够消灭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 得到无上的荣誉 菲罗克特特斯眼眶喊泪 望着多年未见的好友 思考了一段时间 菲罗克特特斯朝着另外两个人伸出手 他对迪厄莫德斯说 你的善意感化了我 我愿意随你回到战场上 接着他握着奥德修斯的手说 我愿意和你近视前嫌 当他们的船只 跟其他希腊的船舰会合时 阿加门隆亲自出来见他们 阿加门隆愧地说 我会派最好的医生替你治疗 希望你要忘记过去的不愉快 等我们攻下特罗伊城之后 我会给你最大的补偿 陈射手回应 陈射的勇士不该心存恩怨 应该要心胸开旷 能屈能伸才对 阿加门隆在得到菲罗克特特斯的原谅之后 立刻派了最好的医生替他诊疗 在一段时间的悉心照顾下 菲罗克特特斯 飞罗克特特斯 其机似的恢复健康 整个体态甚至都变得比以前更结实了 眼看着反攻的时机到了 英姿萨爽的菲罗克特特斯 握着海克利斯送他的弓箭 站在士兵们的面前 鼓舞他们的士气 一直在暗中观察希腊联军的特洛伊人 发现这几日 希腊联军明显已经摆脱赫克托尔 阿基里斯 以及埃阿斯 几位勇士相继死亡的忧愁了 无尽的恐慌 袭击着特洛伊人 有的人提议 特洛伊的城墙 是由阿波罗跟波赛顿建造的 非常不容易攻破 况且 现在城内的粮食供应也相当的足够 只要我们放弃外头的平原 死守着特洛伊城 总能够等到希腊人 淡尽粮绝的那一天 奥德修斯站出来 跟大家信心喊话 我们是铁针针的男子汉 宁愿保家卫国 战死在沙场 也不应该做个 只能够躲在暗黑之处的无名鼠辈 希腊重将士听到奥德修斯热血的言论 立刻高举着武器负荷 于是 新一波的战争又开始了 帕里斯在战场上遇到了飞罗克特特斯 他自认为是他打败了阿基里斯 便无所畏惧的将手中的弓箭瞄准对方 结果 飞罗克特特斯一个转身 利落地闪过了他的箭 他怒气冲冲地指着帕里斯骂 臭小子 都是为了满足你的一己私利 才会有这么多的将士送命 我再次预言 你将会葬身在我的箭下 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 话说完 飞罗克特特斯将弓拉满 接着搜的一身 箭矢射中了帕里斯的腰部 飞罗克特特斯所使用的箭 来自于大力士海克利斯 当年海克利斯战胜九头蛇之后 把蛇毒涂在他每一只的箭上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箭上的蛇毒依旧有效 所以帕里斯才会觉得浑身无力 疼痛难耐 无论军医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减轻帕里斯的难受 他招来预言家 预言家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帮你解毒的人 只有你的解法妻子 恶诺涅 为了活下去 帕里斯来到了久违的伊达山 他躺在木板上 苦苦哀求 恶诺涅救他 恶诺涅 你难道忘了我们过去有多相爱吗 都是命运女神无情的安排 以及阿弗罗代帝的错 才让我离开了你 我已经知道错了 请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听完帕里斯的话 恶诺涅的心彻底的死了 他告诉帕里斯 你也说了都过去了 就在你抛下我选择美丽的海轮时 我们的爱就结束了 很抱歉帕里斯 你的蛇毒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被赶走的帕里斯 最终还来不及回到特鲁伊王宫 在半路上就过世了 自从见了帕里斯之后 恶诺涅常常会想起 他们以前的甜蜜回应 他后悔自己不应该 为了自己的怨恨 而对帕里斯见识不救 在深深的自责下 恶诺涅选择跳进了 焚烧帕里斯尸体的火堆中 他只希望自己下辈子 能拥有一段真诚又长久的感情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畅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 4227-4784 沪明 十方法界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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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